前几期分别交代了格斯与格里菲斯 而这一期则是另外两个重要的角色 凡尔纳赛与塞尔比高 他们在判罪塔事件之后 旅行到了这一处荒山野岭 在这个暴雪天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找到了这么一处避雪的场所 狐狸安慰着大小姐 因为这样也不错 不是大部队一起行动 而是只有你我二人 这样很有旅行的感觉 可大小姐此时的心情很暴躁 现在她是又冷又饿 感觉是糟糕透顶 但对于狐狸转回圣都 不再追寻黑衣剑式的提议 她再次拒绝 而且啊 回去之后怎么解决 难道对着大审院的那些人说 骑士团与难民都被怪物吞噬了 到时候别说解除植物 搞不好还会被送去一端审问局 说到这儿 她不由地想起了副团长 因为那个大叔是不懂得临时应变的呀 而且还有一点 自己再也不想回到那间宅子 狐狸听后是默不作声 而这时大小姐才发现 她竟然躲得远远的 大小姐要求她快点过来取暖 但这样的好意被狐狸拒绝 她要负责把风 万一有哭吓人出现的话 好快速做出反应 然而大小姐才不信呢 这种天气怎么还会有人来回走动 所以快点过来暖暖身子 你可是要负责收集食物的 假如你倒下了 自己可是很困惑的 无奈她只能听从吩咐靠了过来 但是只背对着够活 而她的思绪由于现在的饥饿寒冷 让她想起了第一次遇见大小姐的时候 那一天刚好也是下雪的日子 自己被四个孩子在雪地中殴打 最后他们抢走了自己的东西 离开时还警告说 这是他们的地盘 让自己赶紧滚 但那可是自己的呀 所以捡起地上的石块 砸向了那个打自己最狠 而且最嚣张的一个 就这样东西是拿了回来 他们也被吓得跑掉了 而这就是圣都 上帝坐镇的圣都 高耸的尖塔是拿来歌颂上帝的 响彻云霄的钟声 是献给上帝的赞歌 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上帝而存在 准备随时献给他 但对于那些没有东西可捐赠的人来说 这个城市恐怕有点不是那么的好过 在圣都郊外的破旧房屋里 年幼的自己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 那是二楼最里面光线最暗的房间 每当自己打开那扇门时 心情就会变得忧郁 每当看到这个瘦得皮薄骨头的人 年幼的自己就会联想到死亡 他质问自己跑去了哪儿 妈妈现在很痛苦 你却随即提出要求 自己的后背很痛 就这样看着妈妈背部那肋骨与脊椎 让自己觉得那就是不知名的怪物 突然他发现了自己脸上的伤痕 自己解释到那是因为和镇上的小朋友打架 但迎来的是一记而光 因为你可是贵族 怎么可以和那些下贱之人争吵呢 你要觉得骄傲 现在自己的希望只剩下你了 总有一天你的父亲会来迎接我们 为了那时候不让他失望 自己一定要让你有身为贵族的自豪才行 说着激动的他开始不停的咳嗽 并递给了自己一样东西 还要求一定要随身携带着 要自豪就是妈妈一再强调的话 他以前是某个贵族家的侍女 在与家主一夜情之后生下了自己 而这东西就是私生子的证明 妈妈他就是依赖着甜美的记忆 却让年幼的自己背负着他的梦想而活下去 他似乎连想象都不去想 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 到底要怎样在照顾病床上的母亲 与自己的这种情况下生活 每天母亲强迫年幼的自己 背负着无法负担的自豪 而圣都每天都毫不留情的 彻彻底底的将自己的自豪夺走 在昨天被打伤的人复仇之后 自己的身体已经动不了了 这样下去自己会被埋进血里 但这么说的话也不错 也许会变得轻松 直到自己听见了车轮声 嘈杂声中一个女孩来到自己身前 看了一眼就知道这是贵族 对自己来说是个诅咒的字眼 但低头看着自己的 是一位与自己这种冒牌货不一样的 从头到脚无可挑剔的 货真价实的贵族千金大小姐 但当时的自己 却被那只奇怪的兔子所吸引 但大小姐对于奇怪这个评价很生气 可是当她在这个雪地中的男孩头上留下脚印后 她提出不再去圣餐会 她下令将这个小孩搬上马车带回家 回家后 大小姐将男孩放到了床上 并亲自照顾 然而这种行为 在塞尔比高看来 就如同善心的大小姐 捡到了一只受伤的小狗吧 但大小姐粗糙地丢下一块毛巾在自己头上 并郑重地提出要求 你的命是自己救的 所以你现在就是自己的东西 快发誓 那时候的自己 怎么也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可是托塔德弗 自己意外地找到了一份工作 当自己回家汇报给母亲时 竟然有种放松的心情 自己觉得总算可以从这个阴郁的怪物身旁解放了 当听说自己要去贵族家帮忙时 她连忙悬问对方叫什么 但自己当时很慌张 忘记问了 绿帮不仅付薪水 还负责吃住 而这次回来 就是要请人帮忙照顾自己的妈妈 但她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自己感到了罪恶感 这是接触贵族社会的好机会 你一定要好好表现 温蒂米翁家的财力 在世界上都算是首屈一指 甚至有人曾说 他们的财富比一国的国家预算都要多 各国的王族都有他们的亲戚 就算是在宗教世界 他们也是以圣都为中心拥有着绝大的影响力 他们是名门中的名门 但这些在当时年幼的自己并不知晓 自己从那天起就成了大小姐的专属佣人 自己的要求只有一个 绝对服从 但对比之前的日子 只有一种感觉 解放了 虽然这个新主人多多少少有些无理取闹的要求吧 自己也可以忍耐下去 但每天的伤痕累累让其他佣人心生可怜 在被他们治疗时 得知之前大小姐的佣人都是无法忍受她的个性 全都是没多久就逃走了 而且还有个衣服被点燃 结果严重烧伤 所以他们提醒自己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惹大小姐不高兴 但自己却觉得 这位小小的暴君 他被这个屋子里所有的人所恐惧 他们就如同害怕疾病一样 害怕他 疏远他 不过他会这样也是有理由的 家主 也就是他的父亲 非常热衷于工作 几乎都不会回到这栋屋子 他的母亲也不管女儿 只是每天过着纵情放荡的生活 父母的爱就是用各种礼物来淹没女儿 以此来表示对她的爱 在这栋广大的屋子里 大小姐名副其实的是被放纵的 这里有着无数令人畏惧的雕像看着下方 这是座散发着沉闷气息的昏迷的迷宫 虽然这栋宅底里有几十个佣人 却很少能与人擦身而过 这不由的让自己联想到自己与母亲过去所生活的那栋 破败的屋子 在这栋巨大的监狱里 她一个人随心所欲地生活着 而这并非是出于同情或是算计 或许只能是从彼此的身上感受到那相同的气息吧 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 自己被要求整晚都要在床边陪伴 整晚都要紧握着她的手 突然电闪雷鸣 吓得大小姐尖叫连连 甚至焦蛮了她的提出 想想办法 不要再打雷了 这个要求 很难 当自己回身去处理被树枝击碎的窗子时 受到惊吓的大小姐 跑出了房间 担心其安慰的自己紧随其后 但来到屋外 她发出了不知道是哀嚎 还是狂笑的怪声 她在暴风雨中又跑又跳 那副模样让人觉得 有种接近了阴森诡异的感觉 不仅如此 她一手握着木棒 一手抓着兔子 一个个敲碎所有能见到的石像 并诡异的说 暴风雨而已 只要自己变成她就好了 她这种脱离常轨的行为 让所有人都慢慢的远离她 又一次 自己被她带去大屋后面的森林 那是森林深处 是一处稍微有些空旷的地方 在那附近的地上 有类似各种小动物的骸骨 大小姐要求自己去收集一些树枝 而她的手里 就是前几天她非常疼爱 喜欢的小鸟 但她却说 这只鸟一点都不亲近自己 那只鸟在经过短暂的激烈的挣扎后 变得安静了 她回头笑着说 这是自己的火刑场 这是神圣的祭坛 坏孩子都要在这里被处刑 被烧死 火光硬照在她的脸上 照应着她那满是陶醉的微笑的脸上 她似乎想要用这种方式 让人们畏惧她远离她 但那又是为什么呢 在大小姐的寝室向下望去 是一个广场 那里曾是盛行猎杀邪教徒时期的火刑场 听说年幼的大小姐 曾主动朝火刑台投掷火把 应该是她一个人 小时候身处黑暗时 照应到穿过那扇窗的摇曳的火光吧 在某个下雪的日子 大屋的主人回来了 这是自己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以来 第一次见到她 但对于靠上钱的女儿 家主首先需要处理正事 随后她察觉 女儿手中的玩偶竟然是脏兮兮的 随即命令丢掉她 你要多少新的玩偶 父亲都可以买给你 所以现在先去那边吧 大小姐笑着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但那只兔子自己听其他佣人说 那好像是几年前 唯一一次全家旅行时 大小姐看到并要求父亲买给她的 那是充满回忆的玩偶 再次来到森林深处 又一次大小姐亲手点燃了她 并对想要靠上钱的塞尔比高要求 滚远点 不然连你一起烧掉 大小姐害怕的是一个人被关在这巨大的监狱里 因为她害怕 所以她就伤害其他人 因为她害怕 所以才疏远别人 因为她害怕 所以她就拼命地想要变成让人害怕的 小孩子在向幸福伸出手之前 却被逼着顺应现实掩埋自己 而最后变成看不到的真正的自己 有一天 楼廊中的自己被家主叫住 她在意的是自己的项链 那里面是自己年轻时的父亲与母亲的肖像画 而这就是见到自己亲生父亲的时刻 那一刻自己对这件事并不觉得特别的激动 甚至出乎意料的是没有感觉 可是 自己与大小姐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这一事实 却让自己大为动摇 父亲说 家族已有三个男孩子了 他们都为了想要成为下人家主 而开始彼此对立 所以 为了不让这权力之争变得愈加的混乱 自己的身份将不会被承认 但假如自己能保证继续保守这个秘密的话 她可以让自己拥有贵族的称号 以及贵族该有的日子 然而 当自己提出能不能去看看母亲时 她的回答则是 有时间会去的 可怜的妈妈 她提的要求更像是封口费 以她的财力 想要找的话 轻而易举 可怜的妈妈 自己答应了她的条件 但也希望继续的留在这 对方也答应了 应该说 还有些欣慰 她十分清楚自己的女儿 虽然在自己面前是个乖孩子 但背后却非常让人头疼 现在 有你陪伴 其他人都可以松了口气 但这话 自己觉得 无比的讽刺 一年只见女儿一次的父亲 居然说着这么不负责任的话 或许 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能力融化积雪 但至少 我们希望可以感受到 彼此相同的温暖吧